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色金 我最喜欢用的还是日本四色 只用四瓶你就可以解锁万千种颜色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调不出 而且无论你怎么混 怎么调它都依然能保持透亮 有一种高级感 无论怎么混都很好看 啊 可能这就是金钱的魔力吧 这里用到事先调好的乳白色色金 用到的白色色金是蛋白色 和日本四色是一个系列的应该 这个白色也超级好看 怎么说呢 蛋白色跟白色真的不一样 用这个蛋白色画的星空球星玄 随便画都好看 画水波纹的时候一定要先点大的 再点小的 慢慢来多练几次就好了 然后背景色我做的是一个蓝紫剑变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蓝绿剑变 啊 当然做单色也是可以的 脱完底色之后就进行照灯 一定要多照几次 正反面都要照 如果不照干的话脱模之后它的正面就有可能会花 当然后面也会给大家演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挽救方法 第二颗球我用的是五角星形的号石 然后挑选好看的星纱围着号石摆一圈 我这里用的是国产星纱 价格便宜的同时也非常多的杂质 唉 谁让我用不洗进口的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填充底色 一定要记住正反面都要照灯 而且要多照几次啊 做球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脱模的那一刻了 直到最后一刻它的样貌才完完全全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就特别期待它能带来惊喜 把多余的胶剪掉然后进行打磨 嘿咻 嘿咻 然后把UV胶填充到凹陷处 让它的屁股丰满起来 然后用紫外线灯进行固化 球球的料帽应该是横着的 我这里进行那个错误示范 如果你的球表面花掉了 这里给你们介绍一个神迹 那就是钢化甲油胶 涂上之后不仅水灵 而且更耐磨不容易留下划痕 然后穿上绳子就可以做成美美的吊坠了 这个波纹球老早我就做过了 只是最近才把它完胜出来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还有一键三里